记者来到台北是南港高中 访问参加这次比赛的游泳女将丁盛佑 因为平常爱玩水而使她喜欢上游泳 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她 回到台湾便加入游泳校队 开始更专业的训练 也是为盛佑的专项 去年全中运她在高女400公尺自由市 100公尺碟市 200公尺混合市等比赛皆获得佳击 之后却陷入低潮 那时候就觉得我大概一整个月都没有练习 大概12月的时候 觉得游得很烦啊 就是我又差0.01就是打奥运标 然后就 像我是4月的时候 然后差0.01 然后5月有最后一场比赛 然后那场比赛就是前几天 比赛前几天我又生大病 然后就是练习 就练习很久 然后就是这样 就是机会就没了 对啊 我那时候又想说就是 就干脆不要练 对啊 然后后来我现在是觉得就是 就是我已经练了这么久 而且我不应该就是因为这些小事 就这样放弃 所以现在就是那种开心游泳状态 有别于其他选手 高中选择普通班读书 是想让自己以后能多元发展 而不是局限于游泳 盛佑表示 上大学后仍不放弃游泳 长远目标为2017年试大运 短期目标则是今年全中运 全中运行的人会更运动 尤其是对别人 记者周婷盈 台北报导